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黎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集想跟大家說兩件事 兩件事都是關於 一些地方的官不得點 造成一些笑話 首先說的地方是遠一點 日本先 日本的首相 大家知道岸田文雄 日前被人家用炸彈炸 但是日本類似保安局局長 接報之後你以為他會怎樣做 你以為他會緊張然後到場 你以為他會加派警力 人手去保護他們的首相 不是 他說要繼續享受 沒錯 那麼過分 少少 到底這件事是怎樣呢 我們稍後一起去看看 接著說說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台灣 有些戰機 撞毀 調查報告出來了 大家知道 那些什麼F-16 經常跌幾架下街 這個調查報告出來了結果是 飛機 撞毀的原因是甚麼呢 就是因為台灣的官員 泰國官僚主義 落不了決定 所以 哪一夜 就是香蕉了 到底這件事是怎樣呢 我們稍後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贊好留言 訂閱文潔新時老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首先想跟大家說 大家都知道 岸田文雄 日前 遇襲 甚至乎 再早 一點點之前 日本的前首相 都是一個政治人物 亦都遇襲那個更慘 死了 這兩件事其實是引發起 日本的安保問題 是 真是不行 真是不行 在日本國內亦都引起一些非常之大的爭議 日本的國家公安委員長 谷安 谷公 谷公 他叫谷公 沒錯 那就死了 那個人都這麼不吉利 真的 他在25日的時候 在自民黨的 議員 宴會上自己支持 他提到 他們的首相 岸田文雄 在今個月月中 在和歌山 助選的時候遇襲 他說 嘿 很威風 他被人炸完之後 我 繼續 好好地 探討過的 鰻魚飯 這件事 人家批評 他應該 要下台 我相信他很快下台 繼 日本的放鬆協會 NHK的報導 兼任 防災 擔當大臣的 鞠躬 大約是保安局局長 然後 救災 委員會的大佬 大概 對香港就是這樣 鞠躬 支持的時候 不知道是否鞠躬 就說到 岸田文雄 遇襲這件事 他表示 當他在 高資縣 視察 的時候 他說他 正在 期待 四萬十市 那裏吃一個美味的 鰻魚飯 在他準備 開餐的時候 接到 日本的國家警察廳的電話 說 有人 在和歌山 向現任的手上 岸田文雄 扔了個炸彈 爆了 現場一片混亂 他說 嘩 照顧這樣的東西 當然 嚴重 不過 不過 飯 總是要吃的 那碗鰻魚飯 他也是要好好地去招呼他 慢慢去招呼飯 蛤 是呀 沒錯 這些是不是叫做 處之太嚴 處變不驚 真是 這碗 我不知道他怕不怕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番言論 引起 軒圓大波 在野黨 甚至乎他們自己黨 以及日本的市民 都大甘不滿 批評這個鞠躬作為一個 治安 對策 負責的幕僚 是過分鬆懈 缺乏這些危機意識 而每日新聞的報導也都說 鞠躬在 26號 的時候 回應這個 鰻魚飯的言論危轟的時候就表示 聽到 大眾的批評 很多的批評 說的表達 很不充分 這些東西 是會引致 一些 誤解 是會誤解 報道不好 會將這些意見 放在心上 同一時間 以 公共安全負責人的 緊迫感 和責任 去理人職責 說真的 他這樣說 你覺得下次發生事的時候 又有碗飯放在他面前 你猜他拍不拍出他 你猜他快拍還是慢拍 沒理由不吃 沒理由不拍的 你猜有個美女放在他面前 他 會不會叫美女 走開一點 我們走開 我先打電話 當然不會 應該會 喂 叫女生幫他打電話 應該是這樣的 日本那些 是這樣的 你幫我打電話 要誰誰做事 飯就能拍了他 女生是 叫他做事的 我無聊天之間 讓女生出來 我壞 是我壞的 我壞 沒辦法 沒辦法 日本我就想起 這樣的東西 不好意思 有記者問他會不會收回言論 他就拒絕 除了事實 他甚麼都沒有說過 除了事實他甚麼都沒有說 喔 OK 很明顯事實就是他中午 接完電話 他也是要享受文言飯 所以他沒有事要說 因為他真的這樣做 是不是 是吧 然後呢 七國集團 他們的首老會 G7高峰會 他們下個月 五月份 就會在廣島舉行一個會議 鞠躬 是 相關的警備工作負責人 有些議員質疑 喂 不是呀 繼續讓他做負責人 他這條粉彈 對於這些突發事件 沒有危機感 沒有緊張感 找他來幫忙保護重要的人事 可以嗎 有些議員就要求 立即撤換這個 鰻魚丹的大臣 即是只吃鰻魚飯的大臣 但我覺得不是這樣說 即是那些G7的 大佬輩 來到日本都會吃東西的 說真的 我覺得那碗鰻魚飯 價值是貴過他們日本手上的 我覺得 這個鰻魚丹大臣 不是呀 這個類似保安局局長的人 應該要找這個鰻魚丹 去招呼這個叫做G7 跟著岸田文雄介紹的時候 我覺得他會令到這些G7的 叫做領導人 是很有面子 那麼多位 豬綠 綠豬 的成員 大家好 在你們 桌面前面的就是一碗 鰻魚丹 你沒有看他 只有幾卡萬魚 貴過我條命 是啊 你現在 咬一口 你等於咬了整隻手 貴過我條命 為什麼 我被炸彈炸 但是 我的保安大臣 聽完之後 不行 我一定要吃這碗飯 這個真的很棒 我要享受他 這碗貴過我條命 你們有面 你們有面 這麽快可以吃到 現在 一人拿著我一條命在這裡吃 正呀 正呀 這樣 呵呵呵 有沒有想過禁食萬魚丹 在日本 呵呵呵 日本那些 那些 其他人 都是那些 政治人物 因為名字太長了 不好意思 對鞠躬的言論感到驚訝 鞠躬 對自己的職責過於鬆懈 沒有責任感 亦是代表著岸田政府的鬆懈 不是這樣 哪有新聞呢 岸田政府 是不是 有新聞好 有新聞好 證明他還存在 是不是 是不是 這件事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我覺得很好笑 但我覺得他們可以用這個鰻魚丹 好好地招呼 他們G7的大老輩 OK 接著來講講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是日前出的一些報告 就是說 在去年 有一架 2017 幻影2000戰鬥機 在台灣台東執行任務的時候 台灣的空軍戰鬥機 在上午11點30分 跌落海 那些飛行員要被迫 跳傘逃生 這件事是甚麼事呢 他們台灣空軍的一架 編號機號2017幻影2000戰鬥機 在2022年3月14日 在台東執行飛行任務的時候跌落海 飛行官員王重海 是宗教來的 跳傘成功 獲救武士未死得 對於這件事 監察委員賴鼎明 一堆人 發現 氣象和各級的管制 的 單位 在這件事上 沒有密切合作 導致飛機 因為 預留空時 的限制 不夠時間 問了你怎樣做 怎樣做 整個小時 他都沒有說 所以就要被迫跳機 現在就要說 他們的監 監察院 要通過糾正 他們所謂的 叫做 軍部等等各方面的事 要做好一點 這件事是3月14日上年 環境戰鬥機 在恆春外海周圍任務 在11點 零五分左右 宣告 發動機系統故障 即是 馬達 運作不了 他只能夠 滑翔飛行 慢慢慢慢下 只能夠滑翔飛行 OK 要求引渡小航線 優先反場 需要20分鐘之內 就能下地 所以 20分鐘之內 能下地 就沒事 架戰機也沒事 人也沒事 他還有20分鐘 那麼長的時間 下決定 下了 但是他們一個 置航基地的地面管制 進場人員 沒有考慮過那架機 是故障機 以他 未達交接點 這個原因 是不理他 即使 你要按照一般程序 去進場 排隊 我的機器壞了 排隊等下 最終 等到20分鐘的時間到了 沒有辦法 在11點25分左右 那個機師 飛機 彈射跳海 然後 飛機直插下海 是 沒錯 沒有了幾千萬 不好意思可能是一億 OK 調查裏面說 幻影戰鬥機的經驗故障 需要20分鐘落地 而飛行員也多次強調 但是 引導他返航的單位 交接的時候 沒有計算到 沒有計算到他故障 這個原因 也沒有計算到他 因為有意外 所以他說明20分鐘 這個20分鐘 遞減計時的問題 再 因為沒有記錄下這些重要資訊 然後就跟各級的管制人員 說等等的事 而地面的管制人員 也沒有主動問 他有什麼事 要緊急去找我們求助 也沒有問 事後就辯清 我不知道他壞機 我不知道壞了飛機 不可以再飛的 我不知道壞了飛機要在20分鐘之內 要跌到地面 我不知道 壞了原來是這樣的 他有個變解就說不知道 喔 所以他們監察院那邊就認為 要深切地檢討 並且要糾正那群粉彈 壞機要求降落 你叫他正常地排隊 我需要強調壞機嗎 我需要強調20分鐘之後 一定要降落到 不用強調 是吧 那沒有的 他們就 沒有了幾千萬 甚至乎幾億 不要緊要 反正連元都要買的 這些都是股東機來的 隨便 再者 那三個調查委員會的成員都發現 這宗案的幻影機 在返回降落的過程裏 管制單位的頻道 經常在那裏換 再增加了飛行員的負擔 亦跟飛行的管理程序 規定是完全有問題 完全不對 本來這宗案的環境戰 已經故障了 緊急情況 但是飛行員又沒有 告訴別人 緊急情況 有多緊急 跟著還要不斷換頻道 所以他死 管制單位 又沒有按照緊急程序去處理 應該要檢討 沒有了那麼多錢 但是炒不炒人 沒有炒人 除此之外 那三個委員也有了 空軍的氣象單位 在這個幻影的戰鬥機進場的時候 短短的時間內 連續發佈了一些特別的天氣 的報告 調缸能見度等等 但是沒有即時 通報回相關的管制單位 等到那些 叫做相關管制單位 又 欺台接手的時候 就要目視進場 又觸到拒絕 又浪費了很多時間 很多空間 搞到有很多遺失 遺漏 過失 等等 沒有的 反正 這些機就算不撞 就算不跌下海 都要再買過第二架 有它 是不是 都沒有辦法 有什麼辦法 台灣是這樣的 你不習慣嗎 習慣了 那些什麼 撞到一兩架F-16戰鬥機 落山 落海等等 都經常有發生 都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在台灣 是正常的 OK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這兩件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你怎麼看這兩件事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好 留言訂閱明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